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 你的是哪一首呢 大家好,我是丁小文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爱得比较深》这首歌 这首歌收入在陈淑华 《淑华盛开Forever》专辑里面的 第二主打歌 那事实上我跟陈淑华的机缘 应该要从《女人心》这张专辑开始 这张专辑里面我帮淑华写了 《柔弱女子跟和你一样》 这两首歌词 那《女人心》这张专辑呢 也是陈淑华跟李宗盛大哥合作的开始 那也是由李宗盛帮陈淑华 奠定了一个非常有态度的 都会女子代言人的角色 所以我们对淑华的认知 好像都是都会女子的形象 但事实上淑华在八岁的时候 就得到这个电台歌唱的冠军 九岁就开始出唱片 他是横跨了国语台语英语三声代的全能歌手 那当时我拿到爱得比较深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 发觉是陶泽写的曲 那当时陶泽在歌坛还没有这么的有名 但是他非常擅长R&B的曲风 所以淑华盛开Forever这张专辑也就是一个节奏蓝调 R&B的流行乐专辑 在当时应该是台湾歌坛非常早期的R&B专辑 非常好听 非常的经典 那我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呢 其实正好碰到我人生的低潮 正好对应到了 淑华呢 其实在歌坛有往一段时间 因为生病退出了歌坛 几年之后呢 他又付出出了淑华盛开Forever这张专辑 所以我就想对应这种心情 就是想要再出发 我觉得一个创作人常常也是把自己的人生经验 把它对应到我们接到的案子上面 所以呢 爱得比较深圳的歌就是在我人生低潮的时候 写的一首歌 这首歌我个人非常非常的珍爱 因为里面有非常多我对人生的体会跟体悟 那在当时我的人际关系遭逢到非常非常多的挫败 所以写完这首歌之后呢 我也发觉心情有一种抒发之感 也是一种疗愈之作 所以后来的很多年 我再重新去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还是发觉 它很有治疗的作用 我相信可能对于某些的听众观众而言 这首歌应该也是有它的治疗作用 虽然遭逢到可能情感上面挫败 但是人生真的还是充满希望 尤其这首歌里面呢 有一些歌词是我认为 哇 经典之作 内举不必轻 外举不必愁 我认为写得非常好的一些歌词 譬如说 你明白了吗 没有永远不屑的花 你明白了吗 心愿不必记在天上 你明白了吗 自己就是自己的家 虽然现实令我沮丧 却不失望 好 很重要 还有呢 对于情感的态度 也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句子 没有一种寂寞不能忍 没有一种爱 值得陪上你的一生 好 我相信 对于很多人来讲 不管是爱情的 或者是友情的一些挫败 可能常常会陷入一种 非常极端的沮丧当中 但是不要忘记 你至少 还有你自己 好 千万不要失望 不要绝望 那这首歌呢 其实原来的原曲 歌词非常的长 段落非常的多 大概是我们写 一般歌词的两倍 这么大的篇幅 但是后来 歌曲发行之后呢 很奇妙 我在这个 KTV 点唱这首歌的时候 是某一个版本 经过剪接过的 然后在CD出版的 这个版本上面 诶 是另外一个 段落的版本 也是经过剪接过的 很奇妙 就是一个歌 有不同的版本 所以事实上呢 现在我们可能在 网路上搜寻到的 这个版本 都不是那么完整的版本 所以今天 比较特别 我们要请歌手 演唱这个 非常完整 非常完整的版本 但它是真的篇幅 有点长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唱 一个完整的版本呢 因为完整的版本 才能够 让大家明白 这首歌 从头到尾 它的铺陈 心境的转变 它的变化是什么 以至于 当你听完这首歌 抒发完之后 你会有一些 治疗的作用 今天这首歌呢 我们请到了一位 我心目中觉得 非常非常优秀的 从选秀歌唱比赛 脱颖而出的歌手 这个歌手呢 平常你很难得 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正如银 但是他是我心目中 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 所以今天请他来演唱 这首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 爱得比较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 你的是哪一首呢 I love you forever 我从不否认 可是当爱已失去了信任 喝不了了这缘分 我常常凭感觉 去爱一个人 但是我害怕到最后 没有了爱 只剩下痕 不想再为谁留一盏灯 不会再为谁紧闭心门 真心还在 天空还在 人可以活得简单 不必问谁爱得比较深 傻的要谁来承认 无欲无求的心情 不会疼 不会心疼 曾经认真爱过 我一无所求 就算失去了被爱的感受 不是什么都没有 我回头看自己 看开了许多 总是要走过生命里最深的痛 不想再为谁留一盏灯 不会再为谁紧闭心门 真心还在 天空还在 天空还在 人可以活得简单 不必问谁爱得比较深 傻的要谁来承认 无欲无求的心情 不会冷 不会醒了 也许再不会遇上另一个人 不会醒了 你明白了吗 没有永远不屑的话 你明白了吗 心愿不必记在天上 你明白了吗 自己就是自己的家 你明白了吗 虽然现实临摹沮丧 却不是我 不想再为谁留一盏灯 不会再为谁紧闭心门 真心还在 天空还在 让看已活得简单 不必问谁爱得比较深 傻的要谁来承认 没有一种寂寞不能忍 没有一种爱值得配上 你的一生 不想再为谁留一盏灯 不会再为谁紧闭心门 真心还在 真心还在 天空还在 让看已活得简单 不必问谁爱得比较深 傻的要谁来承认 无云无求的心情 不会冷 不会冷 不会心冷 I love you forever I love you forever 我从不否认 虽然还记得爱情会伤人 心中不会永恒 晚安我爱的人 也许你也在等 但愿有一天 你和我都能完成 所谓的缘分 所谓的缘分 了 I love you forev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